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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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大佛顶首认言经 大四智菩萨念佛原通招 书操讲迹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讲迹四十页 而在三十六页 这个经文 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念 佛念众生 你看众生在佛心中 这个是书操当中的教诲 师长老人家 开解 你看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我们的真心当中 就如六祖 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具足实法界 一正庄严 众生念佛 这个佛就在心中现了 心尽佛土尽 心念到亲尽 佛土就现了 念佛就做佛 四心做佛 那师长老人家 进一步展开来 那假如是念称慧 那现地狱相 念贪心 现恶鬼道 愚痴 现畜生道 所以四十页 我们上一次讲 最后 老人家语重心长说了 在第六句下面 细细看 这个世间人 造三恶业太多了 就是他心里头念 贪念贪生吃 那就现三恶道 人道当中 也有始法界 人中佛 同体大悲 有这样的高深大德 你看黄念老 夏年老 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 慈悲到极处了 人中的佛 人中的菩萨 那现在的人没有遇到圣教 他觉得享乐功利是正常的了 那他可能念贪生吃多了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所谓心大悲 明有强 我们不能看到这些现象 反而 指责了 反而失去信心 不应该如此 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学佛的目的是 恢复我们的真如本性 恢复真心 在哪里恢复呢 在每个当下的静缘 我们看到 众生造恶了 比方说 在学校教学 学生不听话了 我们生起指责 那这里面有贪嗔痴了 我们修行人 看自己的念头 要看得深入 入目三分 这样才能看清楚 自己的心念 不能打迷糊仗 之前遇到一个同修 他在交流的当中说 我对一般的人 都不容易起情绪 怎么对我家里的人 那么容易就生气了 那这个同修 这个现象 多久了 我看可能不是三天五天 他那个讲话的语气 有可能 这个情况存在几年 他也不知道原因在哪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跟亲人当中 自己的心念 那么容易起情绪 是哪些情境 让他起了这些情绪 学佛是当个明白人 在哪里明白 在自己每天面对的境界当中明白 不然自己骗自己 其实冷静下来 就如了凡世信说的 在自己心缘隐微处 在内心深处 关照 默默洗涤 其实我们对亲的人 容易起控制要求 他不听你的 你火气就上来了 那个控制的念头 自己有没有看到 老儿上常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他是我儿子 他是我先生太太 你看这种我所 念头一起来 那个控制要求 就跟着起来了 一看到 这念头不对 这是烦恼的心 赶快阿弥陀佛 把它扶下去 不让情绪作大 情绪相续 当然每一次生计的情况 也不完全一样 比方 越亲的人 越容易 落他以前不好的印象 比方说 他现在这个动作 又跟以前有点相似 马上你怎么又来了 那个火又出来了 是我们弱人家不好的印象 所以称慧是果 因是什么 因是自己的心地 有控制 有要求 有弱印象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 可不能说 都是他让我生气的 把责任推给别人 别人只是个缘 遇到真正心地 有修养的人 怎么样人家也不会生气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 应该跟大家有交流过 刘宽东汉一位大臣 这个故事我们不能白听了 你看他太太 跟他相处了几十年 没见过他生气 有点不甘心 设计设计 看他生不生气 让这个婢女 在他要上朝以前 上朝见皇上 都是穿朝服 故意端羹汤 过去的时候 跌倒 把羹汤 洒在他的官服上 朝服 看他生不生气 大家听历史故事 要深历其境 我们听的时候 现在自己就是流宽 想象一下那个情境 一波过来 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我待会儿要借皇上 你命不要了 你知道这个朝服 花了我多少令吉 这在古代 不能用令吉 令吉是马币 也不能用人民币 花了我花了我多少赢两 可能就打他一顿 可是我们看流宽 面对这样的情境 马上起的念头 说的话是什么 有没有烫到你的手 我想他太太在旁边偷看了 一听到这句话 我看这个心都服了 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先生 所以不能感动另外一半 反省 我们得省不够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不能感化对方 但恐诚心未知 我们真诚心不够 不然今晨所至 今时为开 每一个人都有本善 都有佛性 我们真心现前 跟对方一交感 对方的善根 也会被我们带动起来 好 所以 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修心 保持自己的真心 不被烦恼所控制 我们看到社会现象 马上产生一种情绪的不同 无量寿经指导我们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这一段无量寿经的法语 有没有随文入关 入我们的心 真正入了 从此刻开始不指责他人 不能怪他 他的父母 爷爷奶奶不懂 可能还不止两代人 传统文化忽略了三到五代人 没学我们指责他就有点苛刻了 我们已经学了 当然由我们来为人演说 由我们来用身教言教 来互念有缘的人 所以这些社会现象 也可以唤醒我们的使命感 唤醒我们的慈悲心 所以我们面对境缘 是起烦恼 还是提起菩提心 这个一念之间是自己抉择的 我们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无量寿经指导我们 上品 中品 下品都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菩提心要发出来 而且不能忘失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圣明摩业 在《华言经》上说的 把菩提心忘了 你哪怕修善法 是搞摩业 佛我们讲三世愿 第一次修行 可是菩提心没有发 没有保持了 修了一点福报了 真心保持的是功德 功德可以了生死 用的不是菩提心 那是修福报了 梁武帝给我们表演了 为佛门做了那么多事 可是他的心里面有要人赞叹 心不清静 不是真心 就没有功德了 福德 六祖慧能大师有提醒我们 生死 生死大事 福不能救 要功德才能了生死 福德不能了生死 福德不能了生死 福的力量 善业的力量 带我们去享福 第二世就享福了 那大家先来观察看看 富贵之人 几个人在享福当中 是清醒的 假如不清醒 享福的过程 习气会增长 所以群述之药里面 有强调 教富贵人家 比教贫穷人家难 只要他不愁吃不愁穿 富贵了 第一个 容易起傲慢 产富交平 这些有钱慢心增长 而且容易奢侈 交费 交资 赢 盈 益 这些习气特别容易起来 比方这个孩子从小很贫穷 比较不会起这些习气之外 他可能会体会父母赚钱困难 懂得习福 所以富贵之后 交子弟 那更要有智慧才行 所以第一次修行 没有用真心 没有用菩提心 修福 第二次享福 我们看现在富贵人吃一餐 桌上有多少众生的命 才一餐 那你吃他半斤还他八两 你说这个一辈子吃了几十年 要去还几次 第三次就堕入了 叫三世愿 所以菩提心重要 不然修行修到最后是磨叶 华言经这些话不能掉以轻心 那这颗菩提心 老婆上让我们更好体会菩提心 他用五心来让我们体会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那我们面对众生 主要起慈悲心 面对自己 清净 平等 觉 让自己的心清净 不要染污 在一切境界里面念 自己的心 平等 恭敬 自己的心 平等 恭敬 不要高下 不要分别 不要爱真 立誓 练心 练出真诚心 这是自受用 对别人慈悲 利益他人 所以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这我们修学的人要修 你看 悲装言固 敏诸众生 怜悯众生 常不厌守 不讨厌 不舍离他们 假如我们是受持无量受精 不止不舍离 愚诸众生 示弱自己 最近看到一些报道 其中有一则 有个十几岁的孩子 玩手机上瘾了 结果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 把她的手机抢过来了 这个孩子马上情绪非常激动 拿刀 砍了自己六刀 你看她那种情绪障碍到什么程度了 不给她手机 她非常愤怒 用这种方式在发现 刀刀剑骨 我们听了心痛 你看这种玩乐 上瘾到 你看 砍自己刀刀剑骨还能连续砍六刀 那种身心是什么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比鸦片 吸鸦片还要大的挑战 这些众生的苦难 我们应该有责任心 我们当父母 当长辈 我们当老师 当领导 你都会遇到孩子 遇到年轻人 甚至于现在上瘾的老人都有 成年人都有 其实会被外面这些东西引诱 上瘾是内不足 凡为外所圣者皆内不足 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 被这些邪的东西拥有了 内心没有正气 内心没有正确的目标方向 比方说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那要去极乐世界 要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佛要念得好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得认真念佛 哪还有时间打妄想 甚至去玩游戏 甚至去玩游戏 不可能 住修是积功累得 我要尽我的本分 真心去敦伦敬分 就是功德 一个人有责任心 要尽好五轮本分 我跟大家保证 这个人会觉得他24小时不够用 哪还有时间去玩乐 二十四年前 二十五年前 陈德开始教学 当时候教学还当班主任 早上六点多开始出门 有时候冬天天还没亮 晚上开车回来吃饭 回家天黑了 一个班上三十五个孩子 你真心要护念每个孩子 你时间哪里过用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要做家庭法问 我现在也是很忏悔 惭愧 智慧不足 当时候带班的时候 一个女同学 在她的手臂上 用美工刀画了好几刀 一画下去血就马上流出来了 我看到的时候是几条疤痕 我们一看很心痛 只是一直告词 只是一直告词她 不可以这样 伤身体 当然应该也提醒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失业 所以焦笑是刻不容缓的 但是没有能够深刻 体会到孩子这个行为是一个果相 因在哪 这个因多久了 这个因是三天五天吗 这可能是不少年了 这个也是什么 已经算忧郁症的状况 她的情绪排解不开来 她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来 我们修学的人 要培养一个洞察力 什么事都没有离开因果 这个人做这件事 种这个因 他以后会造成什么果 现在这个不对的行为是果 原因出在哪 所有的事没有离开因果 包含我们自己走过来的路 因因果果要检讨清楚 总结经验 不然不好的结果会在 我们以后又会出现 因为他不好的因 我们没有洞察到 继续还是照那个因 从到负责就难以避免 我们让同样的问题一再发生 对自己也不尊重 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 我们负责的事情 比方说我从事教学 孩子的问题同样一再发生 那我对孩子也不够理尽了 我要协助他 改掉这些坏的习惯了 这才是广修共养 我在教他的过程 我自己有没有动一些情绪 我要忏悔业障 有我不足的地方 普贤行就是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佛法就是生活 六度普贤行就是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这才是不恶法门 生活是生活 普贤行是普贤行 那就是恶 入不了不恶法门 入不了是我们有分别 普贤行 生活工作中用不了 他这个念头就障碍住了 那天遇到一位女士 她跟我说 佛法虽然好 现实生活没法用 我就问她 我说佛是什么意思 佛是绝的意思 那你讲话要不要绝 你要讲话的时候 搞不清楚状况 你一开口就讲错话 讲错话 你要收拾残局 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弟子规说 是非以物轻诺 你面对境界不清楚 自己时间够不够 精力够不够 度得量力 你一激动了 啪就出去了 你不觉了 你答应人家 后来又做不到了 那就净退错了 你的社会性用受影响了 所以佛是绝 你讲每一句话 你不用佛法 你给自己添麻烦 你做每一件事你不绝 你会添乱 哪有说佛法不能用在当下 不能用在现实生活中 你不用就麻烦 什么时候用 当下就要用 不然你会障碍自己 也会脑害众生 因为不绝 我也有遇过 这个亲戚朋友 佛法很好 我五十岁再来学 那不能怪他 怪我们没有给他讲清楚 佛的意思 所以你看老婆上说 讲经说法的时候 最常说的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所以我们要觉 在一切时 一切处觉悟 不随顺 烦恼 习气 要随顺 圣贤 佛菩萨教诲 因为他们教诲的是 是从他们的真心流出来的道理 我们跟着这些道理做 就是自己的真心在作用 中庸说的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所以真心不能变 不能虚于理也 所以上一节课老和尚说的 我们学佛菩萨要不变随缘 真心不能变 然后随每一个缘 去自立立他 你会用缘 每一个缘 都能帮助自己跟他人提升 讲到这里 大家相信吗 每一个缘 自他都能受用 为什么 陈德要问大家 相信吗 信为道源 功德母 不相信铁定你 不会这样去思维 不会这样去用 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金刚经》里面讲的 忍辱先人遇到歌利王 请问大家这个语言好不好 我们刚刚说听故事 要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 听刘宽要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 我们现在听忍辱先人入境去了 你现在面对的是歌利王 拿着刀要割你的身体 我们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晴天霹雳 我做鬼也不会对你善罢甘休 但是我们看忍辱先人 当作自己的一个逆真上缘 结果忍辱波罗蜜成就了 慈戒波罗蜜成就了 因为没有报复的信念 没有称慧的行 本来在弥勒菩萨后面才成佛 提早成佛了 所以哪有坏事 用真心没有坏事 然后你看我们 现在一听到佛陀做忍辱先人这个表法 每个人一看现在自己遇到的 小巫见大巫 那佛这个境界都能快速提升了 我们现在芝麻蒜皮啊 不算什么 咬咬牙就过去了 那你说佛陀做忍辱先人 有没有他受用啊 这个他受用后世的弟子都以他为榜样啊 所以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遇到啊 很大的挑战哦 要往后面看看 我有子孙正看着我呢 我有学生正看着我呢 我得表好法 给他们的人生 一个最好的榜样 他遇到逆境的时候想 哎呀我爸爸我爷爷 在那一样情境都不生气了 那我现在这个算不了什么了 诸位忍者想一想啊 我们以后的子孙啊 面对的人生挑战 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 我相信比我们大了 那你什么时候表演 忍辱功夫给他看啊 况且我们是老和尚的弟子啊 我们得像老和尚 学就是效法 我们学老和尚越学越像 他老人家留了两句话给我们 这两句话 在我们福龙弥陀村大殿里面 把他印在墙上了 这也是用心良苦 把老和尚修学的心法 供养给所有到 弥陀村的有缘大众 处逆境 这两句话就包含就包含一切境界了 无称慧 业障净消 逆境恶元 不生称慧 业障消了 好事啊 随顺境处善元 无贪吃 福慧全现 顺境不起贪爱 不想吃福 顺境来了 福报现前了 自己不想 给众生想 福慧全现 那就是一切境界 都是来成就自己的 那就平等恭敬 平等欢喜 一切境界了 就不会在境界当中 生贪生吃了 所以最近看到这些新闻 甚至于接触大众 也听到 我刚好有缘见到几位 学传统文化的企业家 他们提到 还没学以前的情境 我听起来 也是很震撼 因为我成长过程 没有见过父母 有口角的 没见过 结果他们说 夫妻吵了 还打 后来都改善了 结果四位企业家 最后一位说 他们的情况 都没我言中 我学了传统文化 夫妻关系有改善 结果我太太 有一天就跟我说 说没学的时候 好多夜里 你熟睡的时候 我都想着要 那个话我都有点讲不出来 我当时候听到 心里为之一震 我心里想 现在还没学传统文化的家庭 有多少 那现在还起这样的 心念的夫妻有多少 想到这样的情况 难怪老和尚说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他可能听到 伦理道的因果教育 听到鲁士道教诲 他家庭的悲剧 就不会产生了 所以心大悲 明有情 这几句要落实在 跟我们有缘的 亲戚朋友的姻缘上 眼词变 受罚眼 怎么夫妻相处 这个伦常本分 怎么尽 这样就不会有人生的悲剧 不止没有悲剧 在伦常当中 七功雷德 你看这个有没有文正法 那人生几乎是天壤之别 所以老和尚说 总在欲缘不同 文法的缘 太重要了 所以诸位忍者 一跟亲戚朋友 见面有缘 心要 为众开法杖 广失功德宝 见面可以在同一桌吃饭 都是难得的缘 现在人那么忙碌 这时候一吃饭 不能聊是非人我 那太糟蹋缘了 当然 你也不能 大家在那里吃饭 气氛很活络 你在那里 人生苦短 无常随时会来 一定气氛很奇怪 那这个就变成执着了 不能随顺姻缘 来开法杖 大家很欢喜的气氛 互相关心 一关心 就会弹出一些情况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 先以欲勾迁 那个欲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 他现在面对 最难的问题在哪 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学这个老祖宗的东西 真能解决问题 他受用了 他才会进一步深入 精湛去思维 了身脱死的问题 所以大家也要很敏锐 敏锐气氛 人心的状况 不能出现执着 自己觉得 死身世大 不管什么场合都跟着说 那也是执着 不能应激 那是心里有执着 才不能应激 我有一次见到一位长辈 那都是老前辈 他说我们佛弟子 不能执着到 办个喜事 结果穿着红衣服 去参加婚礼 结果一进去 里面的声音是 阿弥陀佛 还以为来错地方了 不是说念佛不好 你总放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气氛是轻快的吗 人不能学到那么执着 都感觉不到 这个无形的气氛 假如我们 这些执着 自己看不出来 可能你在家庭里面 一出现 那个气氛马上就变了 哎呀 那个念佛的人来啦 怎么 老阿弥陀佛都是教我们 要和光同城 要能跟人家融入 横顺众生 水洗功德 是吧 人家办喜事 跟着欢乐的气氛 哎呀 怎么白头偕老啊 哎呀 老和尚说 一句真言 你看 你不是在 为众开法座吗 祝福人家 顺便做法供养 而且你法供养 时机要抓队 等到夫妻常常吵架了 你再去做法供养 不好供养啊 刚结婚了 那个就是个时间点 交额婴孩交付出来 你互念一个人 那个时机点抓得好啊 效果好啊 少臣若天性 从胎教教 从小教 从小教 媳妇刚来了 这个胜与死了 这个人结婚了 是一个时机点 这个人要去念大学了 是个时机点 我们古人很懂得抓时机点 所以有很多重要的礼 你看 成年礼 男女成年 年龄不一样 女子比较早熟 他成年礼当中 那种气氛就让他提起一种 对家庭的责任 你看婚礼也是啊 都是掌握那个机会点 建立他 面对自己成年的态度 面对自己走入婚姻的态度 所以我们看牢上 也都是掌握机会点 归一 绝对不是只有仪式 都给我们讲解 因为那是我们要开始入佛门 稀里糊涂的跟清楚 为什么要归一 归的意义在哪 那不一样的 好 我们看了这个四十页 老阿上说了 念五戒 念十善 这是人天道 今天有几个人心里头 常常存的是五戒 五戒在中国儒家讲的 就是五常 这个也给我们证明 英雄所见略同 三千年前 佛在印度四线 三千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叫五常 完全相应 他们之间又没有联系 所以你心进入那个境界的 讲出来这些道理是相应的 佛佛道统 不杀身 人 不偷盗 义 不邪淫 离 不妄语 信 不饮酒 理智 饮酒多了 容易乱性 理智的人随时是能把握好自己的 不去做那些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后果的事情 常是常道 我们遵循五轮五常四维八德 你的一言一行 你在尽本分的时候 就是功德 正住双修 正修念佛 住修没有离开本分 而 印光祖师说 在家人最大的功德是 就是把下一代教好 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这个孩子有爱心 所有遇到他的人都得利益了 这个功德 父母既投工 因为是父母培养出来的 人义以理智性 人 仁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我们有人就不会给别人压力了 我们有没有给亲戚朋友压力啊 大家有没有去观察过 你出现的时候 你亲戚朋友的表情怎么样 修行人 修行人面对境界要清楚啊 到底我是给人家压力还是给人家欢喜啊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 那我们现在学菩萨咯 行菩萨道啊 所以这个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现在我感觉啊 我们一不注意啊 就会犯爱你没商量 我对他好啊 没有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 接受度了 就无形当中给人家压力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己所欲啊 你也不能马上要施于人 你也要看人家的接受度 教人以善 勿过高 当使其可从 你一下那种要求很高啊 把人家就吓退了 所以我们不要一下遇到人 开法杖就是开 都是 开很高的 你现在就要行普贤行 他一看吓坏了 现在先敦伦敬奋 他容易接受了 义呢 是道义 义务 是不讲求报酬的 我们对别人的恩惠 帮助别人 并不要求任何的报酬 这是义 其实我们在跟亲朋好友 相处的时候啊 有时候起情绪啊 可能是因为 我们的付出啊 有留在心上 然后心里想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对我才这么一点 那这个心念 我们心缘隐微处看到 我们跟人相处还是有什么 厉害 我想得到利益 假如是义啊 不起这种心念 也不会有这种烦恼 应该做的 做完就完了 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你去观察那个孝子 他对父母尽心尽力 你一赞叹他 他诚惶诚恐 因为他觉得那个应该做的 他只心里觉得做得不够 所以这个意 道义 义务 老上讲经的时候也感叹 现在啊 重义 重力 轻易 现在连父子关系 都是利害关系 孩子还来看老人 为什么 还有遗产 假如 没有遗产 分完了 还来不来 难说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子女 你不能怪他们 要教他们 人之处 性本善 能教的 都受后天洗染 其实 一个人只有利害 那他对父母 他要造多少业 所以也是很可怜 得了人生 闻了佛法 还造业 你说愿望不愿望 离呢 是礼节 礼敬 恭敬心 待人 刚刚讲到这个意 引一段 印光大师的教诲 我们一起共勉 我觉得我们现在 念佛人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一定要跟 能不能往生挂在一起 他的耳朵才会竖起来 不然好像 都不会怎么做事 印竖说了 念佛之人 念佛之人 必须世事长存忠树 心心提防过千 要忠树 要忠树存心 才是真心在待人 而且心心提防过千 不要去脑害到别人 别人因为我们生烦恼了 我们都不当一回事 还是依然自己的习气做主 这不妥当 跟人家一起住在宿舍里面 共住在一起 尤其晚上起来 关门身 要轻一点 不要去吵 把人家吵醒 现在有时候人家睡眠 入睡了 不容易 很容易醒的话 那个门很大声 可能他后半夜都睡不了 他明天还得工作 所以心心提防过千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亦有 见义必为 方与佛合 这样处世的心境 态度跟佛心相合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这是大师之菩萨 给我们保证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我们没有忠树 我们没有提防过失 没有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则与佛相反 决难感通 跟佛心不相应 大家应该都听过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大家去感觉一下 一个见义都不为的人 不讲道义的人 你看他念阿弥陀佛 能有多少分 跟阿弥陀佛相应 跟真心相应 那我们看 我们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 很重道义 你看 对我们中华文化 他是一个炎黄子孙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中华文化 沉传下去 道义 忠义 忠是尽心尽力 敬己这位忠 也是很慈悲 你看在澳洲 澳洲环境很好 老和尚看着我们 澳洲人间的天堂 不过现在世界 有很多挑战 我们还是要下去 所以你看老和尚都待在香港多 希望更好的 互念众生 大家想一想 老和尚住在澳洲跟住在香港 我们这些弟子的心 心情一不一样 住在香港 住在国内 那老人家也对我们说 你看世界这么乱 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有责任要走出一条活路出来 这是对这个世界的仁义 所以当时候老和尚常说 被联合国逼出来 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这些理念智慧 供养出来 专家学者 各国大使说是理想做不到 没有信心 老和尚好人做到底 那要做实验 在故乡办了教育中心 证明人之初性本善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不然信心危机就不肯学了 那我们跟老和尚学 我们也要给社会信心 我们要竖起榜样来 自己的身心做榜样 你不能念佛人 念得愁眉苦脸的 人家一看 没信心了 我们家庭是榜样 要看你们夫妻相处得这么和和 都给你请教 人家有信心 再来我们所处的社区 我不是讲给别人听的 讲给诸位忍者听 你们所住的地方是社区 尤其还是新春 华人多 是吧 恶人同心 其立断经 有这个认知的 大家团结起来 力量很大了 在社区里面 办道德讲堂 大家一听善根都起来了 还办个胎教班 那你功德无量 你们社区里面可能要出圣人 重视胎教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出贤人 三岁以后教成君子 不错了 刚好有一位老师 他四个孩子 老大两岁的时候 遇到老和尚的教会 所以后面三个孩子都坐胎教 结果他带着孩子来上课 刚好我们一位王老师 因为他见过太多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还有他的家庭 父母 学了之后也是好心 希望孩子都学传统文化 可是都比较强势 这个王老师 问了这些 学传统文化 小孩的父母 问他哪个问题 你的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几乎每个家长都答不出来 佛门讲 一指成病 我们一指着 眼睛里面只有 读经读经读经 你今天读了多少 落后多少 一指着 你眼中只有 背多少了 读多少了 其他的感受不到了 所以一问孩子的兴趣是什么 答不上来了 大家有没有感受感受我们自己 那个执着一起来说是什么状态 比方说盯着另一半的哪个缺点 他就一直放大放大放大到 他没有一个优点 那个就是执着起的作用 我们闽南话说的 没一堆好 我是曾经在对公众演讲的时候 我说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 这老上教的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我讲完了 底下有个女士喊很大声 没有优点 我还第一次遇到讲歌的时候 居然底下的听众喊这么大声 我也有一点感觉突然 但是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要镇定镇定 才能回应这个境界 我镇定了之后 我走到他的面前去 然后我跟他说 这位女士 你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嫁给他 你真的有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全场都笑了 没有优点 你还嫁给他 怎么可能 除非你是真正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你看人一直走 一直放大那个执着点 明明你的孩子很有优点 可是你因为要求他这一点 他没达到了 他的其他优点 你都看不到 不能执着啊 执着了就变心了 那个母亲的慈悲 父亲的慈爱就没了 我们一听别人 跟人相处了 别人变心我们很难过 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常常在变心 我们要忠素存心 长存忠素 别人变心 能包容 宽以待人 恕啊 自己变心不可以 也以律己 所以护好自己的心 要保持住啊 真心 所以 这个老和尚 他展现了这个 道义人生 我们既然跟他学 就要向他老人家 要效法他 所以我们的心境 跟道义人意不相应 跟佛心也不相应 念那一句佛 也不够相应 所以印竹这段话重要 知过必改 见义必为 方与佛合 理是理静 对一切人事都要恭敬 智是理智 不感情用事 信是信用 不欺骗别人 尤其不欺骗自己 要自爱 才能爱人 我们会欺骗自己 铁定一发展 就是欺骗别人 我们不爱自己 铁定也爱不了别人 因为不爱自己 就是习气做主 习气做主 伤了自己 还伤了别人 欲爱人者 先自爱 先改习气 欲救人者 先自救 先把自己 从烦恼当中拉出来 好 这是人道 人道里面 来生能够得到人生 如果五常五戒有欠缺 来生就得不到人生 天道比人道的道德水准要高 他要修十三 要修十三夜道 要修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 是慈悲 洗舍 这才能升天 声门天天想的是四地 苦极灭道 远绝想的是十二因缘 菩萨想的是六度万恨 这个老上也曾经讲过 佛学十四夹 这李老编的 里面都有谈四地 十二因缘 大家可以 有时间要学习 佛想的是清净 平等 慈悲 这佛心 所以看你自己一天到晚 想什么 想什么就变什么 所以老上也常说到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问自己 我们念头佛号多 那当然就比较有把握 你想什么念什么 就变什么 所以始法界一正庄严 是心里想出来的 佛法里头有一派 专门说明这个道理 就是法相为是中 整个现象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那佛念众生 刚刚的讲解主要 就是众生念佛 你念什么就变什么 你一念 佛在众生心内 念佛即是至心现前 那佛念众生 众生在佛心中 这一句读下来 大家心里有没有暖暖的 我随时在阿弥陀佛的心中 这句是决定没有问题 佛不上没有不念众生的 所以三十七念说 便就今朝成佛去 勒邦化足以弦弛 我今天就往生 阿弥陀佛见到我第一句话 这个是我翻译的 比较白话一点 傻孩子 傻孩子 你怎么今天才回来 阿弥陀佛同体大悲 不忍心我们 多受一天轮回苦 你真想去 感应一到焦 今天就接你去了 我们真的观察到了 同修身重病了 一下决心 我不治疗了 因为医生也觉得很严重 只是打马飞那些情况 从医院出来了 一心念佛 没有超过七天 就看到阿弥陀佛 好几个例子 这个证明 阿弥陀佛念着我们 怎么忍心让我们多受苦 你真完全放下了 就接你走 你还有挂爱 那阿弥陀佛也拉不走 说佛有一爱之不清 对这个世间还有爱恋 还有放不下 临终被此爱所牵 这个要自己检查 诸位忍者 还有哪个人放不下 还有哪件事 还有哪个物品放不下 有没有念佛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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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现在七月了 好像榴莲现在盛产了 你看心里还有榴莲不行 你看还会干扰念佛 不吃念不下去了 这样就不行 所以佛菩萨没有不念众生的 只有众生不念佛 你看大师之菩萨念佛 我袁通章也讲到了 十方如来连念众生 如母义子 比喻啊 就像父母念孩子一样 比喻父母跟子女啊 那孩子都不念父母啊 不听父母的 那父母也只能干着急啊 若子逃世 虽意何为 想也没用啊 他不听话了 在外面胡作非为了 但是子若异母 孩子想父母 如母义死 跟父母想孩子一样 母子立身不相为缘 这个父母子女之间不分开了 这个是比喻啊 我们念佛菩萨 跟佛菩萨念我们一样的时候 我们跟佛菩萨没分开了 若众生心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所以佛菩萨不可能不念众生的 念念为一切众生 念念愿众生 找成佛道 找正菩萨 可惜的是 众生辜负佛菩萨 不念佛 这句说的不是别人 说我 我辜负释迦牟尼佛 七千九百九十九次了 第八千次呢 我也辜负了 我现在还在轮回 他老人家的佛法已经三千年了 接下来还有九千年了 可是我这一生又得人生 又遇到到人家佛法 我得不能辜负了 不然我一舵到三个道 那九千年我也遇不到了 三徒一舵五千节 而且我们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出来 讲弘扬佛法 请问多少佛菩萨来配合 一佛出世 千佛永代 而且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传了三千年 我们还学得到 有一代人没传就没了 请问这三千人 又有多少佛菩萨来 互念正法 互念我们 不说多了 就说一个玄装大师 没有他老人家 我们现在多少经读不到 他九死一生 西天取经 能不能辜负玄装大师 你看每一代有多少佛菩萨来配合 所以劝发佛菩萨把念佛菩萨摆第一 觉得不能再辜负 我们就有动力了 这个良心起来 一教奉行 所以诸位要是把这个道理参透了 真正明白 你才晓得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不修别的法门 来修念佛法门 你看众生念佛 佛在众生心内 因为这个方法 你一念佛 这个佛号自性的得号 你就深深唤醒自己 这成佛最快的方法 尤其我们在学习 这个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我们一念佛 佛就念我 当然佛一直都念我们 可是你不念他 他只能在旁边等待机会 不能感应道交 我们烦恼做主了 他要加持加持不上 所以一念佛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不假方便 必定见佛 不是临终当来 现前当来 有一位修行人 在静朝 离我们一千多年 念了七天 阿弥陀佛现前给他说法 正无声乏人 往生极乐世界 这尊菩萨 绝名妙行菩萨 在清朝 在清朝又来 度化 跟他一起修行的十二个同山道友 留下来他的教诲叫西方阙子 七天 就成就了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所以为什么不修别的法门 来修念佛法门 念佛是直接成佛 修别的法门是间接成佛 你看 禁修节要 使本不离 直屈绝入 最快成佛的方法 念佛是直接成佛 修别的法门 修到一个相当程度 回过头来 还是要念佛 为什么 你不念佛 不能成佛 像华燕经 华燕经都是法僧大师 驻华藏世界 他们修到什么地位 他们要修到出地菩萨 这个时候 出地菩萨 想成佛了 开始念佛 因为华燕经上说 十地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始就是出地 终就是实地 这十个位次 通通修念佛法门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修到最后 还是念佛 因为宝王三辈 念佛三昧 三昧中亡 阿弥陀佛也被 释迦牟尼佛称赞 光中极尊 佛中之亡 所以我们很幸运 这是因缘殊胜 古德讲的 无量节来 西游难逢的因缘 这是彭继清居士说的 我念到这里 怎么没有看到你们 的笑容 中了第一特奖 遇到无量节来 西游难逢的缘 我们遇到了 一开头 我们就念佛 念佛就成佛 不拐弯磨脚 不必经过三大阿僧集结 无量节 也不必经历 实性实柱 实行实回向 实地 不用经过这些阶段 从凡夫地 一下就成佛 一步就登天 这个法门的好处 在此地 几个人知道 没人晓得 佛法展现在我们面前 你看《大藏经》这么大的分量 而净土五经 是第一宝藏 无比的殊胜 但是人不是祸 不要说一般人不是祸 我学佛 老儿上自己现身说法 还不是也是不是祸 如果是祸 我早成佛了 学了三十多年 就是因为不是祸 所以受了三十多年苦难 受了许多的折磨 老儿上这段话 慈悲 我们肯听 三十几年的弯路 不用走 老儿上说的 什么叫失诚 老师走过的弯路 不让学生走 慈悲护念学生 这是失诚 当然我们一听 听话 老儿上在极乐世界 给我们点赞 树大拇指 如指可教也 能听话 能听话 就是大福报的人 一直到现在 很幸运 才恍然大悟 读悟 华严经的时候 开悟了 悟什么 悟念佛法门 是成佛第一法门 悟念佛法门 是十方诸佛 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这个话 善导大师 阿弥陀佛再来 都说过了 诸佛所以心出世 唯说弥陀本愿海 度众生的第一法门 所以一切法杖里面 找到了真正的第一法杖 悟的就是这个 所以老上把他所悟的 和盘托出 来成就我们的道业 我们不能辜负 老人家的苦心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我们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